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白化西和老公王凯 婚后约定实行AA制 一开始两个人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两个人的钱都是在一起花的 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让两个人实行AA制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在婆婆身上 白化西和婆婆相处不来 而且婆婆极度偏心二儿子 吃力不讨好 还会被反说一顿 在家里婆婆不待见化西 处处针对她 化西家里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弟弟 比她小两岁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 化西的父母经常生病 住医院是常有的事 治病肯定是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 化西作为女儿自然得尽到责任 婆婆每次看到化西往丈母娘那儿跑 就不开心 有一次还冷嘲热讽地对化西说 又去你妈家啊 又不舒服了 你妈也是 天天生病 身子骨怎么那么脆弱呢 化西不想跟婆婆计较 直接没理就走出来家门 婆婆在外面说化西整天乱花钱 天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婆婆不满意化西的做法 又无能为力 最后竟然说出了 化西是靠着老公才走到今天 属实有点针锋相对了 化西在公司做到今天的位置 谁也没有靠 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出来的 婆婆这样空口无凭 就这样说 未免太让人伤心了 在她眼里 她自己儿子就是块宝 其他人都是石头 既然婆婆说化西靠着老公生活 家里的钱都是老公挣来的 她就要让婆婆瞧一瞧 这个家到底谁挣的钱多 化西就和老公商量 实行了AA制 这样子可随了婆婆的意愿 她巴不得化西和老公 经济财产分开使用呢 婆婆洋洋得意 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现在家里的一切开销 夫妻俩各自平摊 谁也不多 谁也不允许少给 化西一开始 还不太习惯这种方式 感觉两个人这样子 太伤和气 不自在 后来想开了 也就好了 自己挣的钱 自己花 实行AA制后 化西慢慢体会到了 实行AA制的好处 每个月自己的花销变小了 就有更多的钱 可以出去玩 以前总想着姐姐 从来舍不得出去旅游什么的 这下子有了闲钱 化西和朋友隔几个月 就会出去旅游 婆婆和老公看见了 默不作声 就靠老公那么一点薪水 根本不可能在外面胡吃海塞 化西不光有公司这边的活 还有一些别人拖他干的活 也有好大一笔报酬 老公和婆婆分外眼红 也没有办法 实行AA制 当时是他们一家人全票通过的 现在眼红也没有办法 都是自己造成的后果 有一阵子化西感到 身体非常疲惫 吃不下饭还会经常犯恶心 心里想着是不是怀孕了 去医院检查就是怀孕了 而且已经三个月了 怀孕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万万没想到 这会是一个转折点 让他在心中 萌发了报复老公的想法 告诉老公自己怀孕的消息 老公表情非常平静 没有一点要当爸爸的激动 整个孕期化西的反应不算特别大 宝宝各项体检都非常健康 就等着孕产期的到来 到了孕晚期生产前 最后一次的产检的时候 医生看了各项指标 觉得华西的体质不适合自然分娩 为了安全起见 可以选择抛妇产 在旁边陪着华西做检查的老公 脸色瞬间就变了 华西知道老公的表情的深意 结婚这么久了 老公心里想啥 他还能不知道 老公心里肯定是在想 抛妇产肯定要比顺产花钱 而且是要提前入院 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华西最终决定进行抛妇产手术 和医生沟通过生产时间 还有注意事项之后 华西当即就办了住院手续 没有想到的是 老公在要交钱的时候迟迟不动 最后说出的话 让华西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临生产之前 收到这么猛烈一击 咱俩既然A制 凭啥你生孩子 我要出钱 这话是从老公嘴里说出来的 华西都难以置信 你行 你不交就给我滚蛋 我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华西气得牙痒痒 拿着柜子上的东西就砸向老公 为了防止发生公缩 出现意外 华西尽量平稳自己的心情 调整自己的呼吸 最后自己拖着笨重的身体 去交了住院押金 打电话让自己妈妈来照顾自己 生产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定在下周一的早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周一就可以见到孩子了 在这期间 老公和婆婆来过好几次 都被华西撵走了 眼不见 心不烦 华西不想他们在这里碍眼 一个月后 孩子顺利降生了 是个儿子 婆婆和老公高兴坏了 天天往医院跑 就想多看孩子一眼 华西父母照顾 身体肯定吃不消 后面几天 都是婆婆和老公伺候的 王凯看着妻子 对自己的态度变好了 觉得妻子的气消了 在整个事情没有暴露之前 华西表现得非常完美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 孩子出生要办理出生证明 出生以后 华西和王凯忙着照顾孩子 没有办法去搞这个事 等出了月子 华西看了一眼时间 到了该收手的时候了 华西去给孩子办理的出生证明 王凯想陪着去 被华西找理由搪塞过去了 办好之后 华西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 把之前想要的资料拿了回来 回来之后 看到王凯自己在客厅坐着 婆婆在屋里照看着孩子 华西把出生证明 往桌子上一摊 把一份资料放在了旁边 王凯觉得就是个出生证明 名字自己早在出生之前就想好了 一定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就没打算看 这么快就办好了 华西只N了一声 看老公没有动静 好心提醒了一下 又指了指旁边的东西和出生证明 你不看一下吗 王凯看着华西认真的表情 就掀开看了一下 大为震惊 孩子竟然跟着妈妈醒 之前商量孩子的名字 如果是女孩就叫王颖雪 男孩就叫王卓远 现在户口本和出生证明上 写的全部都是白卓远 这是什么情况 王凯脑子里有无数个问号和疑虑 你不是说我生孩子不管你事 那既然这样是我生的孩子 当然姓什么就由我做主了 王凯这才明白 这是妻子赤裸裸的报复 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教训 现在她这是有苦难言 哑巴吃了黄连 有苦难说啊 现在的她悔不当初 自己当初就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也不应该那样斤斤计较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婆婆知道了之后 也非常慌乱 自己孙子跟着媳妇醒 脸上没有光彩 现在婆婆和老公苦不堪言 追悔莫及也没有用 夫妻之间金钱可以做出分割 但感情永远不能分割 如果连感情都要分得清清楚楚 这段婚姻可能也会变得岌岌可危 婚姻中最忌讳的就是 双方在情感付出上面的斤斤计较 感情是最计算不清楚的账单 白化西在怀孕之后 老公把所有的事情推到她一个人身上 仿佛这个孩子和她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样子就不是简单AA制的问题了 而是对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 经历过上次生孩子的事 白化西看清楚了 老公一家人的本质 现在着手离婚的事情 老公一家人不同意 两个人现在开始打离婚官司了 白化西胜算还是非常大的 婚姻里不能只有金钱 还应该有爱和责任 责任是一个男人对家庭应该有的担当 如果连基本的责任都没有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AA制是最伤感情的东西 尤其是在婚姻中 有人说婚姻就是比糊涂账 算得越清楚 失去的就越多 所以还是不要算太清楚为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